好那三字經會不會構成犯罪 當然會構成犯罪 三字經都不構成犯罪 哇靠那你真的就是 什麼誹謗罪 什麼公然無辱罪 都是屁耶 三字經就是最髒最髒的啦 因為現在社群媒體很發達嘛 那你們也可能會在網路上 尤其是像這個案子 應該很容易想像 就譬如說你今天真的遇到一個 很機車的店家 消費的體驗讓你非常非常的不愉快 像我昨天也是有這種感覺 我就是刷了一個一心的評論 但是就是想想 我明天馬上要講 但我昨天還是這麼做 好 我不是走那美品路線 我只有用一個帳號 好那總之大致就是講說 你先去消費 你就是買了一個飲料 然後就有店員 給你翻了個白眼 於是你很不爽 然後你就去Google評論 給了他一顆心 評論說難喝啦 珍珠超硬啦 覺得到這個牙齒都斷了 當然是有點浮誇嘛 對不對 好啦那 這裡帶出來的問題就是說 今天你有可能會不幸的 遇到了店家 這時候當然你留了這樣子的評論 當然是不太理性 但是你會覺得 那個留下去的那個瞬間 你會覺得好快樂 有沒有就心裡得到無比的愉悅 就覺得好像獲得了一些心靈上的滿足 我可以理解 我昨天也做了一樣的事情 但我沒有留這些 那電源真的太機車惹到我 然後呢講說什麼 哇他的茶喝下去有洗碗精的味道 這個就比較主觀評論一點 總之其實我們就想要劃定一個標準 就是說你今天在Google評論上 或者是你的自己FB的粉專 你可能沒有粉專 FB自己的平台上面 去評論了一個店家 說這個東西真的很難吃 然後這個東西真的很難喝 店員的服務態度真的很差 那我們知道 雖然即便你不是法律系的 你一定可能也會聽過 就是有所謂的誹謗罪 跟公然侮辱罪 那誹謗罪跟公然侮辱罪 這是一個刑事責任嘛 對不對 那刑事責任跟民事責任 大家知道什麼意思嗎 應該高中公民課會學過嘛 刑事責任就是 比較嚴重的話你會被抓去關嘛 就是所謂的犯罪的行為 叫做刑事責任 那我們不是有一個叫做言論自由嗎 可是言論自由這個保障 它有界限的 就當你亂講話的時候 你是有可能要負擔刑事責任的 那於是呢 我們今天就想要先介紹一下 誹謗罪啊 跟公然侮辱罪差別在哪裡 然後什麼樣的形象 你講了什麼話 有可能會被認定成是犯罪 對方有可能告你 那刑事責任還有一個必然的 一個效果是什麼啊 刑事責任一個必然的效果就是 你會留下前科 那前科又是什麼東西 同學知道什麼時候前科會對你有所影響嗎 前科喔 他其實影響到的就是所謂的良民證啊 那良民證這也是一個一般世俗的理解 所謂的良民證就是你去跟警察局去申請一個 你有沒有犯罪紀錄的一個證明 什麼時候會派上用場 如果你今天想要當Uber司機 你需要良民證 因為他們的公司就會要求 或者是如果你需要移民的時候 你也會需要良民證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公司在找 就是你要跟他應徵工作的時候 公司也會開出來說你必須要良民證 就有一些工作 你如果有一個刑事犯罪紀錄的話 是有可能影響的 那如果你今天因為心情不爽講了幾句話 影響到你將來職業的選擇 這確實是有一點冤枉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會講說 話不能夠亂講 好那今天就告訴大家 什麼樣的話可以講 什麼樣的話不能講 好那三字經會不會構成犯罪 三字經當然會構成犯罪 三字經都不構成犯罪 哇靠那你真的就是 什麼誹謗罪 什麼公然侮辱罪都是屁耶 三字經就是最髒最髒的 那甚至可以告訴大家一件事 我們現在知道了 三字經XX娘 叫做公然侮辱罪 好不好先告訴大家結論 XX娘什麼的 這個叫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罪跟誹謗罪 一個很大的差別在於 公然侮辱罪就是有點是 其實根本就是把你不當成人在做評價 譬如說你罵了一聲畜聲 XX娘 就是他其實並不是在評論你的客觀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個叫公然侮辱罪 我目的只是要侮辱你 那誹謗罪呢 剛剛講的這個誹謗罪 誹謗罪它針對的是客觀的事實 就譬如說 如果你今天在外面講說什麼 這個描心律師 在外面都偷吃女學生 這種話講的話呢 是誹謗罪 這絕對不是真實 也沒有人這樣闖過 我自己先開了這一槍 怕大家亂講 真的沒有啦 誹謗罪 誹謗罪針對的是客觀的事實 如果說實際上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這個叫誹謗罪 可是如果你今天當著我的面罵說 叉叉娘 幹叉叉 那就叫公然侮辱 這樣大概分得清楚了 那你是什麼東西會不會構成犯罪呢 你是什麼東西會不會構成犯罪 我們直接講 不一定 但是呢 法院曾經有為此判刑過 法院很好笑 那個判決寫到說 你是什麼東西這句話呢 意志何等身分 通常用以 刺罵鄙視他人 然後還引出來說 這是教育部重編的國語詞典 修訂本寫的喔 所以為什麼 他講說通常用以刺罵鄙視他人 就那個講說你是什麼東西 被判刑了 被判刑了 是有過的 然後另外再給大家一個 小小的嘗試啦 你是什麼東西會被判刑喔 這還是要回歸個案啦 我們的法院的體 就是說我們的法律制度 法院的判決跟法院的判決之間 就是說A法院的法官判出來的 他不會拘束到其他的法官 這個是我們的法律制度 我們法官唯一要依據審判的標準呢 就是法律的規定 那法律的規定會不會講說 法律的規定會不會講說 這個你是什麼東西這個構成犯罪 不會 法律不會寫得這麼白話 法律的詞彙都是公然文 都是很文周周的啦 他可能只會提到說公然五路 公然五路的話 那可以除幾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還是拘役或醫科法經 所以這個會涉及個案的認定 那法院針對個案的認定去適用法律 這個彼此是不會拘束的 所以我們不會講這個案例是一個判例 那再來呢 我們要講喔 會不會構成犯罪喔 通常法院在個案當中 會是以一個一般的社會理性的正常人 你在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是什麼感受 那我們就來比較一下這個情境嘛 今天喔 在個案當中呢 你跟人家講說 欸 肥婆 跟你沒有欸喔 你直接死肥婆 然後兩個驚嘆號驚嘆號 你覺得哪個會構成犯罪啊 如果你要選一個哪個比較嚴重 應該是加上死這個字這個 從肥婆近身成為死肥婆 應該比較嚴重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才會講喔 針對個案的認定 它其實是要參阻很多的因素 它沒有那麼一定 但是可以確定的就是說 欸 肥婆這個是有風險的 啊以前呢 是真的有人因此被判刑過 但是呢 也有人因此 呃 免除掉責任 喔 那個個案呢 其實就是我們會講的是喔 其實我們去揣測那個被判無罪的那個個案喔 其實那個法院他有講到一件 講到一件事喔 法官呢 他就講說欸 這個個案當中喔 是一個無姓的女老師 然後無姓的女老師被一個什麼 馮姓的女女士喔 好像因為買保險的事情 然後因此被罵了一句死肥婆啦 結果呢 那個個案當中的法官喔 他就是講說喔 就是個案當中他認為這個舞女呢 本身呢 確實是比較肥胖 好 參著他的這個客觀的體型喔 然後他就 他在判決當中就交代說 肥這個詞呢 意指的是說喔 他的外型特徵 所以你描述一個人肥 描述一個人胖 他不一定構成犯罪啦 所以那個個案當中呢 其實真的有發生過 就是有人講說欸 肥婆 結果最後被判無罪 啊那個被告也很好笑喔 那個被告那個馮姓女士喔 在那個訴訟的答辯中喔 就講說喔 因為他是關心他的體重過高啦 擔心他的身體健康 因此提醒他 然後跟他推銷保險 然後就講肥婆 啊這當然涉及舉證嘛 但是最後法官當然我們有一個 所謂的什麼罪疑為親啊 然後什麼友誼的話 唯利於被告喔 最後就判無罪 所以肥婆呢 可不可以講 你真的想講喔 你就講吧 你真的想講喔 我友誼 我們先講過